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做起了慢工细活的纯手工粉园 他善用在地的地瓜特产 做出让人怀念的舌尖乐趣 也延续金山老街的古早味 广安宫前舵不停的人气压肉 还有吃尽极力的马老 金山三大名产主义就是鸡瓜 我说我这儿脱身脱掉 我这儿大八十多年了 旧时间屋成了一间间贩卖所 金宝里三百年前的繁荣 借由这些古早味 继续诉说着清朝以来商业大臣的兴盛 我们这边是六十六 地瓜本身的也有它的甜度 然后你就是炸 然后就是把它炸酥一点 黄家仁舅舅炸地瓜 外申做粉圆 对 对 古早的那种原味的感觉 就是可能他们小时候 喝过的 吃过的 看过的 地景低雾 因为人而美好 灯亮了 老街 在面近身的顶阿卡建物 承载着好几代金山人的拼搏 当黑糖珍珠还没大行其道时 是这颗手工小粉圆深得人心 直到现在 它还默默守候在山城抑郁 其实我也想不出可以那么生气 在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不可惜 它怎么变成那个粉圆 它就是累在要一直戳 其实第一天学完 然后都还好 回去有手有铁手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还好 但是当自己在卖的第一天的时候 戳到已经太累了 然后回去那个手是完全不能动的 我要把它戳到变成碎粉 因为这是加固水 当番薯粉遇到水 要尽力把结块捏碎 纯粹手工业 以为是老一辈的专利 但在金山老街里 看到八年级生 也专注动起手来 有曾经失败过吗 有一次就是一直戳 戳了两个小时 都变不大 就叫我舅舅下来戳 因为那时候刚雪 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失败 然后就戳很久 想说为什么都不会变大 人家一戳就变大了 绝效可能就是你要掌控 那个湿度跟干度 重手干的工作 阿力可骄傲地 练就出一双黄金手 粉堆里打转 还摸不着头绪时 他解释 粉圆有母子之分 搓出了母 像是带有能量 过筛后 会生出好几倍的子 粉圆就是这样 一捏再捏 一筛再筛 粉一洒再洒 就会变出一粒又一粒的粉圆 也正因为原料没有添加黑糖 一身纯白就是他的原貌 古早味有一位潮男孩动手 自嘲反差很大 当初的顺应情势 现在是越做越有使命感 煮这个技巧你要控制时间 因为它其实像现在 它已经要整手了 然后你要去绞它 不然它会焦掉 或是它会煮得比较烂 因为我以前是在台南都市 然后我是受伤 所以上来北部这边养伤的 家人就说帮舅舅 就是一起做 然后因为刚好有缺人手 然后我就叫我 刚好我又学会了这个 所以就叫我坐这里 一场绞伤 回到外婆家的疗伤之旅 因缘继绘跟着舅舅和老师傅 学起古早味 对年轻人来说 每天做通常是有点 疲累的感觉 对 也没办法怎么办 就是 学而且就是 老手懂 就是已经它是 已经是一个很老的东西 其实现在年轻人真的 没有人会去做分 没有人想去学 一个冬瓜粉圆 一个柠檬粉圆 哦 多冰块嘛 多冰块 这边是柠檬 然后这边是棱口 谢谢哦 之前要做面隔大 多写几样 到时候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看哪一种生意比较好吧 人是要多写的 我以前也不是做这个 我以前是做板模的 板模做一做手 然后我手 全部两只手都塞 但下就没有做 就开始做生意了 热心公众事务的舅舅 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 原本住在更遥远的山头 为了念书才搬到老街区 油温也要控制好啊 不然它不会脆 不然它不会脆啊 如果你油温过高下去 那是变黑色不好看啊 麦香不好看啊 炸好就马上炒麦芽了 就是不能停的 不然你麦芽它没有那个热度 它麦芽会等掉凝固下去 金山临近海口和火山蟹 清泉灌溉 加上半沙池黑土壤排水好 特别适合汉地地瓜生长 年轻一收的山珍 变出多元面貌 阿顺老板特别钟情拔丝地瓜 炸开后立刻裹上薄薄麦芽 脆口加上松软口感 热吃或冰肠各有风味 神球啊因为现在一位难求啊 因为你现在疫情你不想出 别人也是出所啊 因为你等疫情好的时候 就是硬撑啊对 也回不来了 这是硬撑啊不难求吧 就是没有钻也是 刚好打铁也可以 就是防出水电这样子把它打 没有 对 来看看啊现在的拔丝地瓜 今年受到疫情重创 少了万头钻洞 更可以潜心思考 老街观光下一步 但坚持把灯点亮做生意 新鲜现做 吃到的都是山城仁的真心诚意 黄家人正守岗位 其实正是许多金生 贪商们的缩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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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